原标题 中国古代战争中用以攀登城墙的攻城气息是什么? 云梯 中国古代战争中用以攀登城墙的攻城气息? 淮南紫冰烈迅许慎著说 云梯可一铃而烈,所以看跌之城中 古登高侦查敌情是云梯的另一功用 一般认为云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乔降工书班 战国时期的云梯从战国水路攻占稳铜键所示图案判断 细由三部分构成 一、底部装扬车轮,可以移动 二、梯身可上下扬服,靠人力扛台,以架于城墙壁上 三、梯顶端装有勾状物,用以勾圆成圆,并可保护梯手免遭守军的推剧和破坏 唐朝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很大改进 梯身主梯,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在底盘上 在主梯之外,用增设一具活动的上乘梯4T,其顶端装有一对路路,登城时可以沿着城墙壁面上下滑动,位置飞云梯 云梯的底部,则以大幕为房,下至六轮 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简化了架梯程序,缩短了架梯时间 而活动的上乘梯的设计,则大大降低了云梯在接迪前的高度 工程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 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 同时,又保证云梯在登城前,不过早与成员接近,免遭守军破坏 宋朝的云梯结构有了更大的改进 采用了中间以转轴连接的折叠式结构 并在梯底部增添的防护设施 此外,上城梯附期也出现了多种形式 有飞梯、竹飞梯、涅头飞梯等 这些改进,使登城阶级日动简变迅速 相传云梯是春秋时的巧匠鲁班所发明 其实早在夏商周时就有了 当时取名叫沟原 春秋时,鲁班家有改进 战国时云梯油车轮、梯身、勾三部分组成 梯身可以上下扬斧 靠人力扛台以架到城墙壁上 梯顶端有勾,用来勾轮成员 梯身下装油车 轮可以移动 唐代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了很大改进 云梯底下以密为皇 下至六轮,梯身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于底盘上 并在主梯之外,增设了一具可以活动的副梯 顶端装有一对鹿炉 登城时,云梯可以沿成墙壁自由地上下移动 不再需人抬肩扛 同时,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 简化了架梯程序 缩短了架梯时间 军队在攻城时 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 然后再在主梯上架副梯 便可以整城而上 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 另外,由于云梯在登城前 不过早的与成员接触 还可以避免守军的破坏 宋代云梯的结构又有了更大改进 据五经总要所记 宋代云梯的主梯也分为两段 并采用了折叠式结构 中间以转轴连接 这种形式 有点像当时通行的折叠式飞桥 同时,副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 使登城阶堤行动 更加简便迅速 为保障推提人的安权 宋代云梯吸取了唐墨云梯的改进经验 将云梯底部设计为四枚有屏蔽的车型 用生牛皮加固外面 人员在棚内推车 接近敌城墙时 可有效地抵御敌尸时的伤害 明朝以后 这种笨重的巨大云梯 因无法抵御火器的攻击 遂逐渐废弃 古代工程用的梯子 这种类很多 云梯算是巨大笨重 结构较为复杂的一种 云梯在古代的使用方法 工程在古代有多种使用方法 但多是以迅速登城为决胜前提 驾鸡必须果敢 迅速 城须入城 所以 常用的有各种轻便简单的飞梯 汉代时 汉军攻打至之城 该城外设移到牧城墙 内设土城墙 防守相当严密 工程兵时先用弓弩仰射 击退城上守兵 用火烧毁牧城 持弩弓 操场戟冲入牧城 然后迅速接近土城 四面架梯 原梯登城 很快倒破了内城 这种攻城方式便是强攻 尽量缩短双方对质时间 一股作气 迅速攻破城防 所以必 需使用轻便飞梯 飞梯结构简单 重量轻 多是木质竹质 宋代飞梯长二三丈 手端装有风轮 便于以赴登城 另外还有壁雷木飞梯 镊头飞梯 竹飞梯 形质略有差异 但都轻便实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